同学们好 接着来上我们的第16节课 好 访问一下咱们路径 TP5 好 咱们后台已经说完了是吧说完以后咱们来看一下前台 前台的话咱们来分析一下整个前台啊这里是搜索 然后这里是它的分类是吧啊应该选择分类 然后这里是幻灯片啊幻灯片 幻灯片下面的这里是一些广告位啊 这些广告位的话你可以去写一些广告栏比如说 呃就是一个广告图片然后后面加一个URL地址啊这些都是都是可以变换的啊就从后台去学 去写一些广告位 最底部这些就是这些指南啊这些是死的基本上就不用去考虑 我分析一下整个前台的最栏的部分其实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的分类啊 所以咱们着重去讲解这个分类啊 首先咱们来分析一下啊他这个是这个是一级分类是吧这是 二级分类二级分类下面还是三级分类 所以他整个是 三层项目他分为三级分类 好 这样子分为三级分类咱们后台写的是不是无限分类啊 是吧所以咱们只要取出三级分类就OK了啊 我看看我的后台 看我数据库里面有没有 在分类产品里面有个分类碗点 是吧 你看 这是一级一级下面二级 二级下面三级是吧 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三级取出来啊 如果你们记得生成是四级的也可以做四级啊 但是咱们这里目前是需要三级 好 而且要带嘛 这里呢我因为我上传到这个 给他哈普里面去了 因为我想把这个项目开源 所以我现在 搭了一个 给他哈普的一个称库啊 所以我这里目录稍微变化一点 在这个 下面啊 这里有一个 TRUNK 这就是我整个项目的文件啊 好走到我们前台前台的控制器 在这里 是吧 好这里首页 首先的话咱们来先把这个一级分类拿出来啊 比如说当了 等于一个 是吧 TYPE 把数据库打开啊 数据库打开一下 好 在TP5里面 是吧 good TYPE啊 good 干TYPE 好 查第第1级分类怎么查 比如slite 是吧 有个位条件是吧 查1级分类 咱们1级分类的条件看一下 1级分类 pid50的就是1级分类是吧 所以咱们这里只需要 一个比如说 pipid pid 等于0的是吧 就为1级分类 好打印一下 先把第1级 1级分类拿出来 刷新 他说 他说你说 为2条件 有问题是吧 第9行 到了m 为2条件是 pid 等于0 少写 少写一个 emmos吧 保存一下 刷新 好 咱们这样的话就拿到了1级分类是吧 打了1级分类以后 咱们还要去拿2级分类 2级分类怎么拿 我们看一下 你看 2级分类 比如说 这个女装 他是不是属于这个服装服饰的 他的pid就等于这个1级分类是吧 所以咱们只需要通过这个1级分类的这个 ad 去查询这个2级分类的这个pid 匹配上就可以得到了 好 那咱们要查询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和a级 循环一下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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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查询二级分类 那么就是wp 的二级分类 然后wm 调用一个 vr条件 为了条件什么 比如说 这个pid 等于一个 链接 链接 到了vn里面的 里面的什么呢 比如说叫p 叫id 啊 就是说这个 他的二级分类 的 pid等于这个一级分类的id啊 好 好 好 获取二级分类以后 咱们要把这个二级分类跟这个一级分类去合并啊 比如说我先写下注释 啊 又写的多 又写的多容易忘 获取一级分类是吧 这是 获取 二级分类 好 然后合并两个数字怎么合并呢 首先我要得到他的一个值啊这个的值比如说 呃 我这里先写一个吧 叫type2啊 用一个数字把把 压锁进来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for循环 是吧 到了type2里面的 到了 k里面的有一个doll位啊 然后同样的我这里先把 我想把这个一级分类比如说我这里下面加一个再加一个比如说charden啊 你看 这里我写一个 到了 type 里面的这个doll k 再来一个 叫charden 啊就他他的 他的纸节啊 等于一个空数字 然后我把这把这个这个空数字跟这个 这个进行合并啊 比如说我现在合并两个 叫有一个函数叫a2a1 每一个叫push 合并两个数字 合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啊这个数字 然后合并第二个 他的 他的doll 用了现在货循环我想得到直接得到他的值啊 否则的话他会把那个01234拉下标也 存进去 啊 这个需要同学们多念一下 好 得到了值我们打印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打印这个 到了 type 看一下值有没有成功啊 啊 好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其实是成功了的 比如说你看 我从这个 首先 得到一节 一节以后得到二节啊 因为这里是看不见了是吧 嗯 看不见咱们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写两个 这也是要写两个货循环是吧 嗯 不用了啊 直接在这里 比如说 下标为第1个我去第1个来看试验一下啊第1个 文零的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叫 秋的是吧 你看第1个是服装服饰是吧 然后我们开来看一下服装服饰的二节是什么呢 我们刷新一下 服装服饰二节 嗯 有中文的乱码是吧 调一下 UTF干吧 好 刷新看一下 嗯 怎么会有这么多循环呢 有三个循环是吧 那应该是 看哪里写错了啊 好这里啊 这里应该不是刀 TYP 兔啊 应该是刀落位 改成刀落位啊 好 改成刀落位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这就是服装服饰的下面二节啊 我们把这个秋等去掉 再给清晰一点啊 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你看 是不是 一级是服装服饰 然后 一级下面要敲的 下面有一个女装男装跟内衣裤袜是吧 这样的话就 咱们就拿到了这个一级跟二级了 但是咱们刚才说过啊 这是几级啊 是不是三级啊 所以咱们拿到一级二级还没完 还得去继续拿三级啊 好 就咱们一级二级就拿完了 一级二级拿完以后咱们继续啊 比如说这里再写一个 缝裙循环 是吧 再把这个 比如说 刀落 M 调用一个 为了 查第三级啊 他的P A D 等于一个 刀落 为 里面的 是吧 ID 这是第三级的 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一样的 用空数字接受一下 嗯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WTYPE 3 A2 A1 WTYPE 3 同样的这里写一个 到了 到了 TYPE P1 2 里面的 到了K里面的有一个 是吧 Trader Trader 2 等于A2 A1 啊 然后 查询过来的结果 然后查询过来结果A2 A1 Push 一样的啊 然后 到了Trader 到 Trader 2里面的 到K里面的 Trader 2 然后 再来一个 这是什么呢 是 嗯 写为二啊 这里是到了T 看一下啊 那写多了 比较这个啊 上面应该有三句循环就行了 嗯 到了 V2 好 再写啊 然后 有点乱啊 咱们写下注释啊 这是合并 把诗序整理一下啊 合并 一级 与 二级 分类是吧 这是 获取 三级 分类啊 这是获取三级分类 然后 我们要把这个三级分类跟二级分类合并到一级里面去是吧 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写这个 这是 呃 组装 三级 三级分类的函数是吧 的数字 啊 这个的话就是二级的我要把这个一级二级三级合并到一起所以我把这里考一考栏 啊 直接放到这里去啊 真的话我一级跟二级的三级的关联起来了啊就 我一会把这个所有的数据存到这里面去啊存在这里面去 然后合并一级跟二级以后 然后我再查询通过这个结果去查询啊 查询三级 查询三级以后一把三级的结果 给拿出来比如说到了kype三 里面的s直接一个都到了为二啊 来到了为二以后合并 写下啊 合并 三级 合并一级 二级 三级分类啊 合并这三级分类直接把它到了为 特放进来啊 到为特这个这样的话不是啊我们要把和一二三级合并过来用这个 啊 稍微有点绕但是你多写几遍你就能看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写了啊 所以我们这里再打印一次 比如说打印个到了kype 好打印看一下结果 好打印看一下结果 刷新 嗯这里语法错误啊第29行 29行 这里啊 好刷新一下 好第一个先获取第0为0的是吧 你看我获取为0的 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 服装服饰的 这个 一级就能拿到了是吧 一级跟二级 然后 服装服饰下面的应该还有一个敲的2 嗯 敲的2这里的话应该还有一个为比如说 敲的 敲的下面还是个数字比如说他获取第1个 刷新一下 先不过去啊看一下 啊不过去你这样是看不见的所以你 你看三级啊 你看 咱们从后代对比一下 服装服饰下面是女装女装下面是大一风一是吧 你看 羽绒服毛衣 这样的话咱们整个三级分类的这个php数字就在组装成功了啊 稍微一点绕但是同学们下去都念几次了你就知道怎么去组装这个了啊 如果是组装四级怎么组装一样的拷贝一次再过来按照这个方法去组装啊 三级就三个货群完四级就是四个货群完啊 好 那后台咱们组装成功以后咱们去组装前台的 比如说 咱们先把它分配过去啊 比如说到了type里面有一个到了type是吧 分配到前台里面去 这里咱们先直接打赢出来啊 另外看结构 啊 刷新 啊 这就是咱们的组装的三级分类啊 三级分类以后组装完成以后咱们去前台 前台看一下试图 试图引戴可是这里啊 试图咱们主要看的是这个位置啊 你看 首先他是一级分类一级分类变利完以后二级分类 二级分类以后三级分类是吧 好 好咱们来找一下 分类 是吧在这里啊 全部生命分类 这里是吧 你看这么多咱们如果用货循环的话这些是不是只要留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所以咱们只要留第一个比如说 把第一个留下来 手业品牌间 他好像全部包还到里面去了 是吧 然后从这里开始啊 往下 这里啊 这些都不要了 全部了 散掉 呃 散掉 这么多 全部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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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余的代码啊 比如说散掉这里 啊 散掉这里 OK 怎么只要留第一个啊 再刷新一下 手业品牌接 这把这里刷新一下 啊 好你看 是不是最近留第一个就可以了啊 我们现在把这注释一下啊 咱们第一步是把这个这下面循环出来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去 去这里啊 我们写一个循环 第一个是从这里啊 写个货循环 比如说货循环 要塞去 是吧 然后 名字叫什么呢 比如说到 kyp 然后 s 到了 bat 是吧 数据 数据 咱们到哪里 结束到 最下面 这里结束是吧 干 三料啊 4H 好咱们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循环出三个了 对吧 刚好就三个是吧 好 循环出来以后咱们只需要把里面的东西给变 给替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叫到了 Date里面的有个叫内蒙是吧 看一下 叫叫内蒙啊 刷新一下 嗯 少写一个括号是吧 你看服装服饰 斜斜 斜香包 还有个美妆珠宝 就获得了是吧 然后一级拿到以后咱们去拿二级 二级怎么拿呢 比如说这里面再来一个循环 从这里开始啊 他这里应该是一个就够了啊 同样的 正好咱们代码是非常简洁的 全单维护起来也非常容易啊 比如说 一个for age 然后一个doll date 是吧 嗯 doll date里面一个s 一个doll什么呢 doll date2 这里是doll date2 doll date2女装里面怎么用呢 比如说 doll date 我们是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是把它放在哪里 你看 这个是获取一级是吧 一级没问题 二级 二级是哪一个 二级是不是这个 获取二级分类 然后他用哪一个来合并呢 用这个 二级 分类的 名字啊 再写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里改一下啊 这三级分类的名字 是吧 那你就知道了 咱们是通过这个过来的 所以这里只需要改为这个 比如说这里 里面的chutter chutter啊 然后变成doll doll 以后把名字改一下 你车doll 然后date里面的 啊 有些同学写到这里可能有点懵啊 但是正常的 这个东西让你自己亲手 一定记着啊 看你是学不了任何东西的 只有你看以后你亲自去敲 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啊 看你是学不了任何东西的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嗯有问题是吧 哪里有问题 到了 到了typ typ里面的chutter 刷新一下 有问题 这一块的话 语法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是吧 那么有问题的话 可能是在php里面 php里面 我们来扭一遍啊 然后往下走 就是获取二级分类 破循环 三级分类的名字 这是压缩一级跟二级 啊 这里可能可能写 顺序应该弄饭了啊 因为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你这里合并的一级跟二级 你这里在你这个方式去写 他找到的是一级二级的 是之前的啊 所以你这要把它放下来 放这里 放在这里啊 放在这里啊 放下面去 放下去去这里 我们看一下啊 好刷新看一下啊 刷新 没有保存吗 合并二级 然后这里到了 这已经到了 Date啊 到了Date 重新刷新一下 你看 这咱们是不是就拿到一级跟二级了啊 这会有点绕啊 但你要去 去捋一下 就是一点点去捋 还是能捋得过来的啊 然后 同样的这里 二级拿到以后 咱们去拿三级的 比如说这里也是拿二级的啊 比如说这里 嗯 这里怎么拿呢 这样吧 把它拿过来 直接拷贝一份过来 这里直接替换啊 两嘴巴替换 然后这里再拷贝过来 这里怎么样 真正咱们只留一个啊 一会儿只留一个就行 同样的放在这里啊 U2 拿外面去啊 这样 刷新一下 你看女装男装 有这么多是吧 女装男装 把这些里面的这些都去掉吧 只留一个啊 只留一个 比如说这个只留一个 是吧 男装的话应该都不要了 男装 蓝装 蓝装都不需要了 雷库吧也不需要 浮世铺件也不需要 都不要了 就留第一个 刷新一下 你看 女装蓝装 然后最后里面拿三级分类 你看现在一级跟二级就拿到了 咱们拿三级 拿三级怎么拿呢 拿这个 就把这个改变吧 比如说这里 再写一个 也是三个副循环 4H封习惯 到了date里面的 敲的 不是 因为到了 到了I里面的 有一个叫 敲到I的是吧 date3 把这个拿过来 刚才那应该是叫什么 这个是吧 就拿过来 改名字就行 改名字叫 改为3 好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到到date2里面的 车的2里面一个A字 他说什么 语法有错误是吧 这里啊 这里多写了个E 好刷新一下 你看 这咱们的1级2级3级分类就拿到了 是吧 好 我们在后来添加一下 比如说 我先添加一个 比如说 添加什么呢 比如说 旅游 品牌吧 品牌 品牌 裤子 是吧 把它作为顶级分类 提交 是吧 然后品牌裤子里面有个西裤 是吧 然后品牌裤子在 这里是吧 二级 品牌裤子以后 西裤下面还有一个中式西裤 中式有西裤 中式西裤 下边的 自己下边的 中式西裤在 西裤下面是吧 好 咱们刷新一下 你看品牌裤子 一节 二节 三节 是吧 咱们前来刷新一下 你看 一节 二节 三节 是吧 这样的话 咱们整个就算成功了 手约的分类就算成功了 然后 咱们只需要下一次 点击一下 点击的话 就是把它这个2D替换一下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index.php 后面有一个 需要加index.php吗 index下面的 index下面的 -index.php -index.php 后面 再把这个ID加上 比如说这个 ID杠里面的 然后 到了Date里面的 ID 试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传是传过来了 是吧 OK的 你看 后面 后面这个不用去管它 或者说也可以再去改 比如说 问号 问号里面的 等于 ID等于这个 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 在ID等于二手 就传过来了 好 这样的话 咱们首页 这个分类就算做成了 稍微有点长 而且这一块稍微比较乱 就是你们要理的时候 要理顺一下 怎么去写这个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下去把这个再好好念一下 好 感谢大家